小米董事长雷军接受中央电视台访问 因为全球的芯片短缺会持续两年 公司会持续投入芯片研发 时隔四年 小米星期二发布新一款自家研发芯片 会应用在新推出的手机 同时公布将会进军电动汽车 全球多家汽车制造商 例如是美国福特 德国大众党今年都因为欠缺芯片 而被逼停产或减产 小米董事长雷军接受中央电视台访问时说 芯片短缺的情况会持续 雷军说过去四年 公司持续投入芯片制造 投资超过40间芯片相关企业 规模达到100亿人民币 我们还是需要攀登技术的制高点 因为我们硬件工业 大量的技术门槛和技术积累 最后都是用芯片形式来体现 小米想要进一步往前走 想要成为一家真正的 全球技术领先的公司的话 我觉得芯片这一仗我们是绕不过去的 美国去年9月禁止华为 在未取得美国政府批准之下 购买使用美国技术的芯片或零件 原本主要依赖进口芯片的华为 以及其他内地科技公司 都四出在全球找供应商 当局也都推动芯片自主研发 扶持相关产业 内地传媒统计 目前内地有6万6千多间芯片生产商 当中2万多间是去年新注册 但部分项目难尾引起关注 国家法改委要求地方政府 加强认识重大项目建设风险 并对造成重大损失的单位和个人问责